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见在假如爱有天意中尝到 谁知道爱是什么 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 用尽一生的时间竟学不会遗忘 爱上一个人就是在生命里留下了一道痕迹 时间也许能冲淡那份回忆 却永远也抹不掉深爱过的印记 有的相遇不畏厮守 只为在人生路上与你并肩一程 有的感情不畏长久 只为在过后想起还能会心一笑 人这辈子爱对了是幸运 爱错了也是经历 人世间每一段缘分都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遇见是老天的安排 相聚是命运的成全 相遇教会我们相爱 离别让我们成长 原来多珍惜 远走随他去 无论结局如何 那封馈子都会伴随你一生 有些人一旦入眼入心 即便刹那也是有恩 汤贤祖在牡丹亭里写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王妃在传奇里唱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1979年 童话诗人顾晨 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 和妻子谢叶相遇 他们的座位紧挨着 但他却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谢叶 他拿出画笔 画了火车上坐在谢叶旁边的每一个人 却唯独没有画谢叶 后来 沐晨在给谢叶的书信里写道 我觉得你亮得耀眼 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 最后 在火车即将抵达北京站时 他才写下地址 猛撞地塞到了谢叶的手里 然后慌乱地逃开 恶然之后 谢叶的嘴角扶起一丝微笑 然后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开始有了直直漫漫 你会遇见谁都是命运的定数 它是你命中注定的缘分 也是此生难逃的劫难 你的一生只借它一尘 但这一尘便是余生 传说企鹅以前是会飞的 有只母企鹅因为翅膀短 飞不起来 大批企鹅飞走了 一只公企鹅决定留下来陪它 为了找吃的 它们努力学会了游泳 多年后 它们坐在海边 它说 对不起 为了我 让你放弃了天空 它说 没关系 有了你 我才收获了海洋 错过花期 会收获雨水 错过雨季 会遇到彩虹 你失去的 上天都会以另一种方式还给你 你遇见的人 也一定会教会你什么 人生如同一架列车 因为目的地有所不同 总有人会在中途转车 但你我生命中出现的每个人 都不应该只是过客 它们总会在举手投足间 教会我们很多 相逢时 带给你温暖和美好的际遇 离别时 留给你难忘和幸福的回忆 这些感动 即使分别多久 都不会舍弃 这些付出 即使没有回报 也不会忘记 原来就珍惜 远近就忘记 愿你的离别 最后都能找到 对的归宿 我是依离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 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离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与平静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